第八十九集 楚楚赶紧过去挽着秦大娘的胳膊 从怀里扯出个手绢给她擦着眼泪 大娘您别难受 王爷肯定能把您家儿子找着 秦大爷一声叹气 眼圈也隐隐发红 都找了二十几年了 才找不着啊 就真见不着了 秦大娘挨在楚楚怀里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楚楚的眼眶也跟着红起来 转头看向微微醋眉的萧锦鱼 王爷 萧锦鱼轻咳了两声 老先生 你何以认为儿子就在贡院之中 他走的时候啊 就说考不上不回来 也没说啥别的 我俩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 也不认识啥人 就只能在这考试的地方啊 等着他来啊 你儿子的名认识是什么 秦 秦天来 秦大爷揉着发湿的眼角 哎呀 他是我家地头上捡的 当时就琢磨着 肯定是老天爷开眼啊 赏给我俩的 哪知道 萧锦鱼微微点头 他当年可是独自进京考试的 是啊 一个人就带着点干粮 带着几本书就走了 萧锦鱼若有所思的看着手里的水杯 敢问老先生 当年谭州刺史是哪位 秦大爷拧着眉头望向房梁 哎哟 这还真记不清了 姓孙 不是 好像是有个孙字 公孙隽 是是是 秦大爷连连点头 就是这个名 他 他跟我儿子 有啥关系啊 只是问问 其他的事 吴将军还会来叨扰 我就再问一句 考棚那边 半夜可需送水 秦大娘的身子明显一僵 萧锦鱼的目光 却丝毫没落在他身上 不用啊 秦大爷摆摆手 白天干一天 天黑不透啊 就睡得啥都不知道了 哪还送得了水 多谢了 萧锦鱼把杯子放回桌上 我尽力而为 谢谢王爷 谢谢娘娘 从秦家二老那里 一路回房 萧锦鱼一句话也没说 楚楚也没敢出声 一直进了屋 楚楚给萧锦鱼 递上热茶 才小心翼翼的道 王爷 你是不是特别忙呀 萧锦鱼从思绪中 回过神来 嗯 楚楚轻咬嘴唇 你要是忙不过来 我能去帮秦他娘找 你忙你的就行了 别累着 他一时可怜两个老人 居然忘了这人平日里有多忙 现在又有了案子 他的病还没好 他肯定是怪他不懂事 才不愿理他了吧 楚楚眼圈微微发红 你别生气 萧锦鱼浅笑 搁下杯子 拉他坐到自己腿上 负着他因为胡思乱想 而僵硬起来的脊背 没有 就快找着了 楚楚眼睛一亮 真的 嗯 楚楚激动地搂上 萧锦鱼的脖子 在萧锦鱼隐隐发白的脸上 狠狠亲了两口 王爷 你真好 真好 萧锦鱼两颊微红 啼笑皆非地顺着楚楚的脊背 楚楚 我今晚有公务 你就在房里 别乱跑 早点睡 王爷 你晚上不回来了 萧锦鱼本想点头 可看他那副 像是害怕被人丢弃的猫儿一样的 可怜模样 实在点不下去 回来 回来要很晚了 不必等我 多晚我都等你 听话 楚楚几年在他怀里 大有一副不答应就别想走的架势 萧锦鱼只得松了口 嘴角苦笑 心里温热一片 好 差一刻有时 萧锦鱼就换上官服 让吴江陪着去了烤棚 楚楚马马虎虎地吃过晚饭 就去厨房要了只老母鸡 给萧锦鱼熬汤 砂锅刚放到灶火上 就见一个火鸡急匆匆地跑进来 乱了乱了 前面全乱了 厨子吃笑了一声 鸡飞了 还是猪跑了呀 烤生 烤生乱了 我竟没看见小灶边的楚楚 唯恐天下不乱的叫着 也不知道咋搞的 他们卷子一交啊 就都知道死人的事了 闹着非要出去 那些当兵的都快跟他们打起来了 好几千人啊 连安王爷和薛太师都压不住阵了 另一个伙计慌得直摆手 哎 娘娘在这儿呢 你说什么胡话呀 啊 啊 那伙计还没看见楚楚的影子 楚楚就已经奔出厨房去了 你这人 嘴上怎么老没个把门的呀 我哪知道他 楚楚一口气奔到前院 果然是乱糟糟的一片 考生的叫嚷声 或者官兵的叱骂声 不时还能听见王小花的大吼 惊雷一样的在人群里炸一下子 然后淹没在数千人的嗡嗡音音中 乱成这样 要是有人伤着王爷 楚楚刚想冲过去找萧锦鱼 却被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吴江 在背后拍了一下 大哥 一见吴江没和萧锦鱼在一起 楚楚更急了 大哥 王爷呢 吴江伸手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低声道 娘娘 随我来 楚楚跟着吴江 从后面走进前后院交界处的一栋不起眼的小楼 走上三楼 萧锦鱼正和薛汝成对面下棋 一枚乌黑的墨浴棋子 夹在萧锦鱼白皙的指尖 萧锦鱼全神看着棋盘 目光成亮 不急不慢地在棋盘上落下棋子 楚楚看得愣在门口 那伙计不是说 这俩人是在前面压阵压不住了吗 薛汝成在藤边的棋盒里 粘出一枚银白的杨枝白玉棋子 在指尖揉搓了半晌 深不见底的目光扫着棋盘看了好一阵子 两指一曲 啪地把棋子一弹 棋子当得落在棋盘上 大半棋子被震乱了胃 棋盘边上的几颗更是稀里哗啦地掉了出去 薛汝成一甩手 站起身来 王爷赢了 外面的事就随你处置吧 多谢先生 记得把棋子收好 送我房里去 是 看着薛汝成走出去 小锦鱼把落在自己身上的棋子一颗颗拾起来 黑是黑白是白地扔进棋盒里 每次下棋下输 薛汝成一定把棋子栖里咔嚓甩一地 然后拂袖而去 让小锦鱼一颗一颗拾起来 自打染了风尸 行动越发不变 小锦鱼和薛汝成下棋就再也没敢赢过 这回不得不赢 看着傻愣在门口的楚楚和吴江 小锦鱼浅浅苦笑 直直散落在地上的棋子 帮忙 俩人这才赶紧跑过来 七手八脚地帮小锦鱼捡棋子 吴江记得他出门的时候 小锦鱼还在和薛太师 你一句我一句的对诗 吴江虽然从小就是个武刀弄枪的 但也算同文末 能听得出来 两个人对的是你浓我浓的厌世 薛汝成对的那些句子格外露骨 把小锦鱼听得脸上红得直冒烟 还不得不硬着头皮往下接 还接得更为香艳露骨 刚才上楼的时候 吴江还在兴致盎然地想着 要是楚楚听见那样的诗句 从小锦鱼嘴里一本正经地念出来 会是个什么反应 不过就是出去找个人的功夫 俩人怎么就下起棋来了 楚楚把手里的棋子分好 放到两个棋盒里 一边收拾桌上的一片狼藉 一边轻皱眉头 看着像是打了场大仗一样 累得满头大汗的小锦鱼 王爷 你跟薛大师吵架了 一点分歧 小锦鱼从袖中拿出手绢 慢慢地擦着顺颊而下的汗水 跟先生比画 比诗 比齐 全赢了他才肯听我的 说着轻叹了一声 唉 先生这回算是下狠手了 楚楚笑着看他 你全赢了 小锦鱼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显胜 楚楚一脸崇拜地看着小锦鱼 王爷 我想看看你们写的诗 小锦鱼腾得红成了大樱桃 不将咬牙抿嘴 低头默默捡棋子 我们空口念的 没写出来 楚楚抓住小锦鱼的胳膊摇晃 能看看你们画的画也行啊 烧 烧了 薛如成起什么题不好 非要比画春宫 还要宫比细描 得亏先比了那两句 否则让楚楚看见那画 听见那诗 不堪设想 哦 楚楚有点失望地松开小锦鱼的胳膊 转身继续收拾棋盘 那改天你一定画给我看 我还没见过你画画呢 小锦鱼盲点头 好 好 王爷 乌江运足了内功 把脸绷紧 郑重地把最后两颗棋子 各归各位 低头沉声道 实名监考官都被那群考生 活得满身墨汁了 回后院换身衣服 马上就来 好 你先去把棋盘棋子还给薛太师吧 是 乌江一走 楚楚就凑到窗口 把头看着前院的一片混乱 看着看着突然反应过来 转过头来指着窗外道 王爷 你跟薛太师比赛 是为了外面这群人 小锦鱼微微点头 算是吧 我准备当众把那个凶手揪出来 以示光明磊落 安定人心 薛太师更主张暗中审问 以免旁生枝解 小锦鱼静静看着楚楚 让你选 你选哪个 楚楚连连摆手 我是当伍作的 这个我不能管 不是让你管 小锦鱼追问 你就说说 你要是个查案的 以眼下这样的情势 怎么办更合适 我觉得 楚楚明明嘴唇 看了眼窗外 几乎开始大打出手的混乱场面 想了一阵 我要是个查案的 就只管查案子抓凶手 怎么抓都一样 反正能快的抓着就行了 小锦鱼玩耳 被他这么一说 还真觉得 刚才和薛辱成争那一场 矫情的很了 难不成 从开始薛辱成就是嫌他拘泥矫情 才拿那样的赛提修他 他居然还一本正经的 从头比到尾 小锦鱼浅浅苦笑 你说的对 外面乱得很 你就先在这儿吧 好 不过 一会儿有官员来见 你得到后面 稍作回避 行 等了有一刻的功夫 吴江出现在门口 王爷 十位监考官到了 请吧 吴江侧身让开门口 十个身穿便服的官员鱼逛而入 在小锦鱼面前齐齐一拜 卑职等拜见安王爷 小锦鱼也不说让这十人起来 只静静扫着他们的头顶 不冷不热的道 外面的情势 诸位应该比本王清楚了 你十人身为监考 昼夜不离考棚 想必知道 是何人最先向考生 透出命案之事 诗人一片静忌 据有时交卷到现在 还不到两个时辰 这就不记得了 跪在最边上的人 硬着头皮小声道 回王爷 考生众多 突然乱起来了 下官等实在看不过来啊 看不过来 小锦鱼的声音 舒然冷硬了一重 本王坐在这里 都看见是哪排考棚 先乱起来的了 你们当中有一人 就在那排考棚正前方 有两人 在那排考棚十部范围内 还有两人 在五十部范围内 全瞎了吗 诗人仍是埋头不语